結果第一球 劉詩文居然發急啊 比賽現在馬上在交手啊 想必雙方的手感的感受度一定都非常的記憶猶新啊 是的 還是非常的 在今天下午對上丁寧的比賽 孫影沙是非常強勢 一上丁寧的前兩局 只讓他拿到4分 看到自己的實力 放眼明年的奧運會單打 在連丟了4分之後呢 劉詩文稍稍補了回來 他把也都是非常的兇悍 那在女單八強賽呢 孫影沙是擊敗他隊友王曼玉 孫影沙在今年的IT 他就是在決賽4比3擊敗劉詩文 現在有點沉迷喔 對 那時候我們全部站在桌子的右側去發球接發球 然後在行進過程中打完會等一拍 等你的選 等你的隊友去擊球完 然後發球站位又馬上改過去 是 所以 如果說雙大比賽會有點KK 可能在節奏或者是空間感都受到 劉詩文又改變發球站位 第一局雙方都有壓力 製造出自己的失誤 對 給劉詩文很好的攻擊 剩兩分 女單冠軍戰的第一局 誰都想要拿下來 哇 重心也確實完全偏到右邊來了 只可惜 連續的追分 現在只剩一分差 對 劉詩文的 近身 中路 最後要做一個變線的 絕對不能再出現失誤 加速了 劉詩文呢 絕對會知道要怎麼調整 也比較沒有那麼多 沒錯 因為劉詩文用速度去限制住他側身的能力 军的洗禮加冕喔 感覺這個人要更上一個層 第一局曾送出兩個發球 但現在有兩個局點 兩板 先讓孫穎莎去加力 然後等孫穎莎加力的時候 剩下一個局點機會 劉詩文呢 則是28歲 孫穎莎試圖要用正手突破 但還是被擋 關鍵時刻的一些心理素質 還是發到正手短 沒有錯 正手短 再去攻擊反手牆的位置 真的非常可惜 這球如果下手中的話 回到Dews 回到Dews 年19歲 但他的心理素質啊 絕對不會輸 輸給 已經打到13比12 孫穎莎的領先 會想拿下這一座金牌 第二局的比賽 現在第二局呢 對劉詩文絕對是有一些壓力存在的 會加上多一點線路的變化 看主動變現 他的反手 還是正手短球 還是在正手短球 還是在正手短球 真的在過程中 會不斷的去做變化 是 半條打 的方式 他長拳 進線的策略 在執行 跟孫穎莎相持 現在第二局呢 劉詩文至少沒有再出現 發球 孫穎莎的左手 其實 都會比較晚一點 離開球台 對 裁判的一個自由新鎮 對 其實很多人也都是這樣子 偷偷的用身體遮擋 或者是擊球同時跟離開手 飛遲拍手的 頂手 發力了 沒擋了 那這個沒有質量 對第二下你看 所以你再一側身就知道完蛋了 對 三手短 調起來發力 對 一個快絲 用正手擺的話 就用反手叮他 對 哇 是第一局 確實有點太傷了 對 完全是順殺機 而且亞錦賽又是搶三 五局三勝制的 沒錯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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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是目前 劉士文還是 擺脫不了 反手 對 所以這分非常關鍵 順殺 佔據了優勢 頂起來 哇 不是屬於他的幸運球 沒有 就沒有 就沒有 彎 所以他拉完他認了一下 他留 順尼殺可能也 欸 也被干預到了 對 哇 打出一個2比1 哇 這球反而就非常大 鞋對角等著他 沒錯 一個回擊 他的策略了 哇 都是走球的上步 壓著球的上步去走的 對 6比3 好球 然後最後擊球變成一般的大不轉 前面配 打起來 哇 沒錯 對 對 他今天是先安排 女蛋決賽 單單的決賽放在 明天 沒錯 現在他 真的要 趕快想辦法去 現在還在 哇 哇 9比4 5分落後了 哇 哇 這樣還不死啊 哇 他就要施展他男子選手的打法 哇 哇 哇 是一般人比較不好去體現的 沒錯 發球 哇 他就要施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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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又更不一樣 哇 插過網帶 所以呢 劉士文的回球出鏡